前嫌不好 但是如果没有前嫌 哪有今天的你 父母不好 始终是你的父母 没有父母 哪有你 所以咱们修道 时时刻刻要懂得饮水思源 勿以小愿望大恩啊 没有前嫌哪有你 徒儿啊 要好好的互相配合 与前嫌之间要互动 有什么心结要打开 和同修和前嫌坐下来 把话说开 然后大家重新出发 放下以往的恩恩怨怨 放下所有的是是非非 没有你对我错 大家要站在客观的立场 要懂得时时刻刻设身处地 为人着想 有时候 前嫌要站在后学的角度上 来体会后学的心情 有时候 后学要站在前嫌的角度上 来体会前嫌的苦心 长广又有序 这就是道场的伦理 家庭有伦理 家庭才会和谐 道场有伦理 道场才能和谐 咱们修道半道 要懂得尊师重道 成上起下 要懂得尊前提后 要懂得提拔后进 你们排队的样子 就好比一带一带传下去 长江后浪推前浪 修道也是一带传一带 希望徒儿代代相传 不要乱了金线 在道场 老的要体谅少的 少的要尊敬老的 徒儿啊 君子之教淡如水 不要刻意的去攀缘 你如果向外攀缘 那会纠缠不清呢 咱们珍惜这个道缘 咱们珍惜这个道情 大家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今天大家都是坐在 同一条船上 所以大家要互相的提醒 徒儿啊 修道 半道 时时刻刻 要把真理放在心中 这样子 你才不会觉得孤独 才不会失去方向感 真理 就是你们的方针啊 有没有听过俗话说 一粒老鼠屎坏了整锅饭 在一个道场上 也是如此 如果一个道场 出了一个反道败德的人 那就会影响整个大道场 所以你们每个人都要警戒自己 不要起贪心妄想 自己的言 情 心 要注意 要重整这个身 心 灵 修道 半道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修道 要脚踏实地 不要好高物远 老师把爱心传给你们 希望你们也能够把爱心传给众生 爱众生 就好比爱你们的父母 兄弟姐妹一样 不要有分别心 对待心 要好好地发挥这一份菩萨大爱 土耳啊 佛 魔 只在一面之分 今天你成全人 你就是佛 你考导人 你就是魔 所以 可怕不可怕 一个心念 可以造就一个圣贤 一个心念 也可以造就一个魔头 那是不是很可怕啊 所以 自己的心性 要把持得住 心念不要乱动 不要随便地起心动念 大家都是在办天室 办天室就要存天心 不要私信偏见 土耳啊 希望你们能够学学为师我 大公无私 为师我肉体虽然不在 但是 精神 却常伴 徒儿左右 你们有困难的时候 你们只要叫老师 老师 马上就会在你们身边 好不好 为师的徒儿 千千万万 为师一颗心 要对千千万万的徒儿 千万人 有千万颗心 老师我 都要劳心啊 徒儿啊 你说 为师的责任 重不重 徒儿啊 语多不如心细 为师讲再多也没有用 不如 咱们师徒 心心相应 咱们师徒 能够有缘 共伴白羊这一场 能够同走这一遭 希望徒儿珍惜 老师希望你们能够圆圆满满 人缘 世缘 礼缘 习有孔明福汉事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徒儿今天修道半道 也要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要坚持最后一口气 不要半途而飞 愿徒儿各个珍重 有用之身 好好的借甲修正 行功利得 等待他日 公园裹满 师徒南平化从头 希望徒儿牺牲小我 完成大火 语重心长啊 只希望徒儿 平平安安的修 平平安安的回天 不要迷失你的来时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